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殷琪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自春节前夕至今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在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的特殊战斗中 艺术家们也以各自的分析 表达对坚守防控一线医护人员的崇高敬意 以及对战胜疫情的坚定决心 广州雕塑院院长许鸿飞 新创作的一组雕塑作品 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定格那些 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最美的逆行身影 雕塑家许鸿飞告诉记者 这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作品 是春节期间 他的雕塑作品《世界巡展》 在西班牙展出时开始构思的 那时候身在国外 每天只能通过朋友圈 了解到各地感染者与日俱增 那些在疫情面前冲在第一线的医生 护士的身影尤其震撼人心 大年初六回到广州后 许鸿飞马上开始了创作 经过十余稿修改 第一件雕塑作品 《我们在你身边》诞生了 这件作品以灰白色调塑造的就是一群身着防护服的医护工作者 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新冠肺炎患者的身躯 人物的面部虽然模糊 但是肢体语言所表达出的那份由衷的关切令人感动 我们的医生 护士 他们承受着比普通人更多的压力 他们身上那种勇敢无畏的力量 就像大地一样 带给大家一种大实的感觉 感觉只有他们在 就有安全感 《山高人为风》是许鸿飞以抗击疫情为主题的第二件雕塑作品 以人为主体造型的山峰定格于钟南山凝神思考的一瞬 如一座微微大山 体现了以钟南山院士为代表的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战胜疫情的坚定信念 和勇于担当不懈奋斗的精神 许鸿飞告诉记者 在这场特殊的战役中 无数感人的瞬间带给了他无比的震撼 一张医务工作者修写的照片 使自己有了新的创作灵感 也先一座山一样 先一座墙一样 要给人感觉到随时准备战斗这种状态 本来是刚开始是两三个人的 然后我感觉还是不够 反复来调整 还是要用那种高低伺服来表达 一种整体性和一种这种连贯性就出来了 这件刚刚完成的雕塑作品《白天黑夜》 反映的就是刚刚下班的普通医护工作者 从他们各自并不舒服的休息坐姿中 观众可以感受到 在持续高强度的工作后 这些医护工作者极度疲惫的状态 然而就算在休息中 他们相互依靠着的身体 依然连接成了一道坚强的防线 守护着抗击疫情的最前线 我觉得这三件作品 就先记录了抗击疫情的三个阶段 从最初我们在你身边 关注于患者的关怀 人物是比较模糊的 其实从另一个界面 也表现了我们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 我们有点慌乱 但是有过一部人员在身边 我们中战胜疫情 到三高原位空袭 造型 线条都被晕朗 观众可以感受到那种力量 和坚定的决心 到第三件作品 白天黑夜 有一种更为圆圆的线条 更为实在表现一种安全感 体现我们必胜的信念 作品中这些人物 也是我们中华精神的一个收盈 许鸿飞1990年 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 现任广州雕塑院院长 从事雕塑艺术创作的三十多年来 创作了大量的雕塑作品 1999年 在中国画院院士 著名艺术家黄永玉的鼓励下 许鸿飞以平民视角 创作了快乐自信的 《肥女》系列作品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近年来 许鸿飞的《肥女》系列雕塑作品 在世界各地进行巡展 深受各国观众的喜爱 在西班牙历史名称 萨拉曼卡 以金色童年为主题的雕塑展 迎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 雕塑《阳光大地》 演绎了孩子和妈妈们的快乐时光 孩子们阳光一样的笑脸 和母亲大地般的关爱 勾勒出快乐的童年时光 作品所体现的温馨情感 吸引了众多观众合影留念 在萨拉曼卡历史悠久的 萨利纳宫 展出了男神 女神等16件 个性鲜明 内容丰富的艺术作品 通过喜闻乐见 妙趣恒生的生活场景 雕塑家许鸿飞以丰满灵动 诙谐幽默的雕塑语言 向观众展示其凸显个人艺术风格的 肥女系列艺术作品 从所展出的雕塑作品中 观众可以感受到创作者 在中国写实的结构造型观念 和技巧基础上 将西方的抽象审美思想 融于作品当中 通过张扬积极的风雨女性形象 体现其艺术个性 更重要的是 雕塑家所赋予雕塑作品 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和富有人性的真实情感 让人们在艺术中 感受生活的美好 这里经常举办艺术展 但是大多是来自欧洲 来自中国的雕塑艺术展 这还是第一次 这些肥女雕塑身材比较胖 但是同时看起来又非常的轻盈 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些作品传达的一种幸福 一种欢乐 通过中国艺术家的作品 我们能更好地认识中国 认识中国的文化 春节期间 以爱之门为主题的 许鸿飞雕塑世界巡展 第38站 在马德里市政厅 西贝莱斯广场节目 经典雕塑作品稳 犹如一个醒目的地标 将当地市民和游客的视线 牢牢地吸引了过去 广场上 一个轻瘦而健壮的男子 将肥女拖起 肥女张开双臂 表现出一种轻盈的身姿 肥鱼的体态 与矫健的身姿 展现快乐与自信 极具感染力 两个人的雕像 看上去就像在飞翔 就像在跳舞 真的很美 男人的肌肉线条和胖胖的女人 这种鲜明的对比很有意思 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是男人拖起了女人 但是在我看来 是女人给男人以滋养给了她力量 雕塑作品通过欢乐的形象 向世界展示当下中国人的时代精神风貌 记者了解到 展览场地选择在不同的广场 街头 目的是让这些中西合璧的雕塑作品 融入当地的文化环境 让更多的国际友人 感受到中国城市雕塑艺术的独特神韵 自2013年起 许鸿飞雕塑世界巡展 已经在法国 澳大利亚 意大利 英国 新加坡 土耳其 美国 德国 奥地利 秘� 哥伦比亚 希腊 西班牙 俄罗斯 日本 古巴 和国内多个城市 成功举办38场个人雕塑展 雕塑作品被各国的博物馆 美术馆等机构永久收藏 她的《斐女》系列雕塑作品 运用国际性的雕塑语言 传递着平凡人乐观自信的正能量生活气息 让世界见识到不一样的当代中国雕塑 我特别激动 我是和女儿在德国柏林 在德国柏林 看到过这些雕塑作品 第一眼就让我们感到特别有意思 活灵活现特别生动 就感觉这些雕塑会动一样 我和女儿都特别喜欢 拍了好多照片 今天能够再次看到这些雕塑作品 特别开心 好像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状态 反映中国这种生活情景也很多 通过这个作品 也是讲好中国故事 从对我们的这种生活的快乐 幸福还有阳光 就人类共同的情感的作品也出现了 最主要它是一种生活状态 是充满了这种阳光和快乐 许鸿飞从世界寻展中吸取营养 将西方文化的元素 融入到她的创作中 同时坚持了为平民创作的艺术初心 她在世界各地街头公园等公共空间 展出的雕塑作品 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喜爱 许鸿飞看重创造性 同时更在意内心表达的真实抒发 她说只有这样才能让作品打动人心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的文化资讯 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文化时分的公众号 参与互动不仅有机会 赢取演出门票或者文创产品 还能够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机会和你喜爱的艺术家面对面